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請部長 請吳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我剛剛聽到你的回答 其他委員的一個質詢 還有其他一些委員的一些言論 我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我常常在講 如果說去年的這個黑箱的課竿微調 好 蔣偉您是第一個 背離台灣人民及歷史的罪人 王小波的話我奉送給回去 那您今天決定要上訴 你就是第二個罪人 你就是第二個罪人 為什麼 當大家包括上個禮拜五的公聽會 很多的學者專家都在呼籲 如果教育部能夠 利用這一次 法院的判決 你教育部不要上訴 你好好的來重新檢視 所有課審會課發會 所有的法定程序 還有所有的程序正義 我們再來決定 是不是未來的課發會課審會 應該是一個回歸您所謂的教育專業 而不是有政治力 可以接入任何空隙的一個 課發會課審會的一個機制的話 那大家會為你鼓鼓掌 可是你並沒有聽這些學者專家的建議 你沒有聽民間的聲音 你包括在這一次所謂的微調裡面 整個課綱課審會 課發會的一個委員裡面 我們常常在講耶 教學第一線上的所有的老師 他的代表性是微乎其微不到十分之一啊 當大家努力的呼籲說應該更公開 更透明化 但是你卻決定上訴 而封殺了這樣子的一個機制跟轉機 所以我說你是第二個罪人 那剛剛聽到啊 其他委員說啊 我們啦政治啊 你回答啦對不起 是你回答其他委員的啊 你說回歸教育專業啦 政治不應該干預啊 教育專業啦 那更是大笑話 部長你知道去年的 這個黑巷的課綱微調 它的起因來自於哪裡嗎 你有去認真 那時候是蔣偉寧時代 不是你的時代 你那時候是政大的校長 可是你接任了教育部部長之後 你有去好好的去檢視去年的 這個課綱微調的前因是什麼 起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我所知道那個課綱微調的工作 一直持續都在進行嘛 各個科目都有在做課綱微調的工作 你完全不了解 包括剛剛 那個院長啊講的也糊弄人家 那我跟你講 我這個是歷史紀錄啦 媒體的報導 聯合報 在102年的5月30號 那時候5月29號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教育研究院 曾經開了一個記者會 為了12年國教 他上面明明白白的講了什麼 我們第一波的課綱微調 除了只有只有高中的數學跟自然 高質的化工商管 動力機械及設計群 其他科目如國文英文等 將不會進行微調 因為要等到106年全面調整時才改用新課綱 這個是5月102年5月份的媒體資料 國文英文其他的科目要等到106年才全面調整 不是像你講的隨時都在調整啊 而 我們這個黑箱的課幹微調 當時候 是怎麼來的 部長 當時候是怎麼來的 你如果不了解我告訴你啦 這個剛剛完全打了你一巴掌 你剛剛說政治不應該干預教育的專業 馬英九在2012年的7月11號 在國民黨的中常會交辦的 交辦什麼 因為有他們的中常委建議啊 什麼刪除高中歷史教科書的 黃明化台獨化等不移的內容啊 馬英九深感認同啊 非常具體明白而且強烈的表示要積極處理 改正內容並稱啊 責成教育部盡快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呢 那時候的教育部部長蔣偉寧 馬上著手進行 剛剛我們課院長說啊 這個工作效率非常的快 確實啊 教育部其他的政策 其他的措施效率從來沒有那麼快過 馬英九下的指示效率就非常快 部長你知道這一段嗎 你認為這一段是不是政治 干預了教育的專業 我想教育部只是 你告訴我嘛 如果說他去年的這個課綱的微調 是在馬英九總統的一個指示令下 趕快積極進行的話 那算不算政治干預教育專業 我想總統只是 請那個國教院進行專業上的評估嘛 那專業的評估還是經過委員會 經過這個檢核小組還有專家的審議的結果 來做調整 部長你又錯了 馬英九總統不是叫 叫院長他們去研議啊 馬英九總統是叫蔣偉寧部長要趕快去做啊 所以蔣偉寧部長啊 所以他在8月1號發函嘛 發函給國教院請國教院 蔣偉寧部長強力主導嘛 所以呢 蔣偉寧出席的審議大會 而且對於反對修正的委員啊 他們的發言啊 蔣偉寧部長都一一的給人家反駁掉 而且反對掉 這個你知道嗎 這個你有去看過那個會議紀錄嗎 有嗎 你說在哪一個會的發言 1月27號通過新課章案的課審大會的會議紀錄 你有沒有看過 會議紀錄沒有 沒有紀錄每一個個人的發言嘛 對只是會議紀錄啊 是 會議紀錄你們都有錄音 你們應該都有逐字稿 只是你們提供出來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問你部長嘛 那時候是蔣偉寧部長 現在你是吳思華部長 你有沒有去看過當時的情況 當時的會議紀錄 我是沒有看過 沒有聽過那個所有的那個錄音啦 不過最後的決定是經過正式的投票的結果嘛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最後 你講到正式的投票 這就是這一次的法院 為什麼要你們要公開 公開投票的過程 投票的記名的這些委員的名單 為什麼 因為從頭到尾都是黑箱作業嘛 你們今天公布的那些名單 但是呢 會議紀錄連你也沒看過 因為你所看到的是 他們已經整理過的東西 所以你也沒看過逐字稿 你怎麼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個 當時的委員 你說有公開的投票 亂講哪裡有公開的投票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人都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個投票的過程 課程委員會有正式的投票啊 正式的投票 你知道那個投票當時的狀況嗎 課程委員會有正式的投票 那有正式的投票 那你公開給大家嘛 他是一個吳敬明投票 就是一個投票的結果嘛 那你公開給大家 你當時候投票的那次會議的 當時的狀況你公開嘛 法院叫你公開啊 你不公開你說要上訴啊 這個部分我們本來就公開啦 我們在會議紀錄裡面就有正式說明啊 你們的會議紀錄只有結果 你們的會議紀錄 並沒有這個整個過程的詳實紀錄 這個就是大家爭議的地方 那當時候是透過什麼樣的一個 記名或不記名方式 那這個投票的過程裡面 有發生什麼不公不義 或者是強行通過的狀況 是不是有產生過 所以部長 你是部長嗎 不然你來當教育部長啊 好委員 我剛才跟你報告 其實我們所有的會議紀錄 都有正式提供給委員做參考了 在會議紀錄裡面有清楚的說明 當天的會議的出席的人數 他投票的結果 同意不同意的票數都有詳細的記載 這是一個正式的會議紀錄所呈現的內容 那至於個別委員的發言 這我們剛才到現在一直在討論這件事情嗎 是啊 你個別委員的意見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內部的作業 個別委員的一個發言的紀錄 牽涉到他的投票行為 那我們想要清楚的知道說個別委員的發言 他牽涉到的是 你剛剛講的除了他的教育專業以外 我們非常需要了解的是 這個資訊的公開透明 讓所有的人都知道說 當時在微調整個課竿的過程當中 在牽涉到的背後的所有的一些 剛剛有委員講是意識形態啦 我講的是 我們要回歸多元化的歷史史觀 多元化的一個討論的一個機制嘛 如果當我們的課竿微調裡面 完全封殺了這樣子一個存在性 那我們要給我們的孩子 給我們的下一代是什麼樣的史觀 什麼樣的課竿 我們要給他們什麼樣的公民素養 這個牽涉到是這麼一個嚴重的問題啊 所以為什麼法院的判決 要求你一定所有的資訊通通要公開 跆拳會好不容易打贏了 你今天決定了要上訴 你已經把這個所有可以讓課發會課審會 所有課綱調整的一個機制可以公開透明 法制化的一個可能性完全抹殺掉了 所以我說你是第二個罪人 我想委員如果可以更宏觀的來看這件事情 我想你一定會同意說 我們希望以後所有的審議過程 都在一個專業受尊重的情況之下來進行 不是只針對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部長 你上個禮拜五的公聽會 跟今天你都做了這樣子的宣誓 但是你這樣子的宣誓只有空口白話 沒有啊 我們努力在做這些事情 等一下你們的辦法修正了沒有 你們的要點修正了沒有 你的公開透明 僅止於說在你之後 在你之前的這個黑箱的課竿微調裡面 你這一次要決定上訴 你就是不讓它公開透明嘛 你的決定的上訴 你這個上訴的決定就是違反了 你剛剛這樣子宣誓嘛 所有的行政程序 既然經過監察院的調查 那你不是很矛盾嗎 部長 那你不是很矛盾嗎 那我們有什麼樣的立場 來做這件事情的說 部長你今天決定上訴 跟你剛剛的宣誓完全矛盾 完全背離 你今天決定上訴 就是反對把所有這個課竿微調的一個程序 包括投票 包括所有的會議記錄公開透明 那你剛剛又說未來 你今天做了決定就已經抹煞掉了 還談未來 所有的課竿都持續不斷的在進行專業的討論 我覺得我們應該讓這樣的專業討論 能夠更理性的進行 我覺得那個才是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是有福氣 部長我們也希望能夠理性的進行啦 但是從這一次的課竿微調裡面 我發現就是不理性啦 不公益啊 才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啊 剛剛孔文吉委員說他真的不了解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我想今天國內的各大 國內大學的這些學者專家 要跳出來講話 就是深深覺得我們這一次的課竿微調 嚴重的影響了整個史觀 整個台灣的一個公民素養的一個養成 多元性都被抹滅了 我們希望是一個客觀的史觀 我想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面 我們不是要哪一個意識形態 我們希望給孩子一個乾淨 沒有政治力介入的一個教學場域 這個我們想我想大家都同意嘛 對不對 是啊 所以 部長你今天決定了上訴 我還是在強調 你真的是第二個罪人 我希望呢 我希望 你在深思熟慮一下 當這個上訴的這個訴狀 還沒有遞出去之前 還有空還有時間跟空間 不要上訴 有一個轉機 好好的讓我們的課發會 課審會 課綱的調整 能夠公開透明 呼應你剛剛所講的態度 公開透明 理性專業來討論 可不可以 我們一直都是秉持這樣的原則在做事啊 那當你訴狀還沒有遞出去之前 你現在還是決定要上訴嗎 但是我剛才有跟委員會一再說明喔 我說我們的上訴 純粹只是對於個人的發言 以及個人的投票 記名投票不公開 部長 上訴了就是上訴了啦 上訴難道你還會去挑說 這個判決書裡的某一個部分去上訴嗎 其實我們大部分可以公開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盡量的公開了 部長 你講那個 哇 行人的話啦 你們的律師會這樣告訴你 那我覺得你們的律師也真的是爬帶了啦 上訴有在針對那個判決書的其中某一個項目在上訴的嗎 上訴是對整個判決書的所有的內容都上訴耶 部長 部長 是你沒有法律常識還是我沒有法律常識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所有的會議過程中間可以公開的資訊 部長我還是呼籲你放棄上訴啦 我還是希望呢 我們這一個 這一次的課竿微調八月份要上路 這個要暫行實施啦 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呢 有學界要求 我們明年的大選日跟 學校的期末考 衝突 那呢 有人 有學者呼籲說 是不是呢 中選會把大選日延後一週 或者是我們教育部這邊可以 要求學校 把期末考整個 課程的調整 延後或提前一週 那請問一下部長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我們來跟中選會那個聯繫好不好 因為我今天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你願意跟中選會來協調 我們希望能夠 我們希望能夠讓所有的年輕學者 能夠有一個投票的公民投票的機會 不要因為我們這些行政程序上的日期的決定 而讓這些學子喪失了他的公民權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協調 沒問題 謝謝何欣存委員的質詢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